电源键开启 可以关闭自动关机功能 会有两个模式 一个是自动模式 一个是手动模式 那我们先选择自动模式后 再短按一次电源键进入量测画面 会暖机几秒钟进入量测画面 显示量测数值以后 开启手机APP 选择连线蓝牙装置 选择你配对到的土壤记 连线以后会出现设备的Mac 那你再点选这个图示 它会显示现在量测到的数值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 N 就是蛋 P 0 K 甲 的数值 还有深层的温度和水分的数值 再短按一次回到原来的 画面 所以柱栏这边您可以去手打上您的量测种植物或者是量测地点 那你如果不想要手打的话 您可以就是先预先做好QR Code存在手机里面 然后点选这个图示去把它叫出来 那你把它选择那个QR Code后 它就会自动跑出你预先设定好的地点 那设备照片这边我们点选一下您可以拍摄当前就是植物生长的状态 您点选相机这边它会变成相机模式 那请务必要拿横的拍摄 拍摄以后按确定 它就会跑到这上面来就是当做一个它会储存在这边 那你点选这个X它就是已经存在这里了 再点选上传它就会把这些资讯上传到云端 那你点选的时候它会出现环境无度环境时度环境躁度 那这边你先将已知就是你有设备 已有的温时度设备还有躁度设备量测到的数值 你手动的先输入在这几个栏位 那未来的话我们可能将这几个数据参数整合在这个机器上面 目前我们只有手动输入的功能 那你如果不要这个功能的话 请直接按确定跳过 那我刚刚上传以后 它等一下会出现一个上传成功的提示 记录上传成功表示已经上传到云端了 那你如果要记录在下一笔的话 就是继续再按上传这个按键 那资料的话就可以看到历史记录 这一笔就是我们刚才上传到云端的数据以及照片 那你也可以分享到您的line群组 或者像是wechat这些聊天群组 点选你刚才分享的资料 它就会像Excel一样 将刚才的那个数据还有照片 呈现在那个Excel的文件 这样就可以知道植物现在的生长状况 数据 然后以便做数据分析 那你如果要把历史记录都清除掉的话 就是这样的